那千禧呢 如果你現在有一整天 就是突然空出來 沒有讓你做任何事 就整天躺在家裡面 因為我家裡面還有一個小弟弟 所以導致你要一直躺著嗎 對 重度時間 你怎麼會這樣一些朋友過來玩 所以你躺在那邊 是要跟弟弟互動還是怎麼樣 就跟弟弟玩 就那些手機遊戲啊 只有不好 你覺得弟弟最好陪弟弟 因為出席通告的話就是 回家的時間也比較少 所以你會真的認真的跟弟弟玩喔 然後他會認真的打我 對 你說得對 對 你說得對 所以千禧如果可以 任性的買一樣東西的話 那就是買那個周遊世界的 就是機票那些都先買好 然後出去玩 千禧有需要演戲嗎 現在已經接力補戲 但是還沒有公布 所以還不能說 是 可是已經開始訓練了嗎 還沒有 所以萬一導演說這邊要哭 也能夠哭嗎 看現場的狀態吧 我覺得這個麵湯應該不會哭 他不會哭嗎 他麵湯嘛 我覺得我沒見過他哭的樣子 從來沒有看過他哭嗎 對 而且他見我們都是 好酷 要不就是嚇 要不就這樣 對 千禧沒有在夥伴的面前哭過 暫時還沒有 到現在還沒有 那也不會 也不會 我們兩個可能會笑哭 你不會是想要測試這件事嗎 可是千禧 如果第一次登上舞台 看到幾萬人在現場 為你們尖叫的場面 那時候沒有想哭嗎 就是很緊張 很激動 只有緊張而已 真的 那現在如果打開銀行的帳本 看到戶頭那麼多錢 那應該會笑得哭了 所以你是三個裡面 筋最硬的嗎 沒有 他是最硬 你筋最硬 你不是最會跳舞嗎 對啊 但是最會跳舞 然後腿 但是是最硬的 因為我這樣時間長得比較快 所以被壓的時候 也是忍住眼淚嗎 必須忍 沒哭 他被壓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